不久前刘亦菲在泰国拍摄了新一季的卡尼尔广告 而娱乐现场也是独家跟拍 下面我们就看看刘亦菲在泰国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吧 现在是在泰国拍摄卡尼尔的富富品的广告 身为卡尼尔新一季产品水润凝固保湿精华的代言人 刘亦菲最近前往泰国拍摄广告 虽然泰国景色宜人 但是忽情忽阴的初秋天气 让刘亦菲当天刚刚开始拍摄就有些措手不及 你刚开始拍 刚开始拍一会就下雨了 好热 成为卡尼尔产品的代言人 刘亦菲白气的皮肤自然是她的招牌 为了让皮肤不会在户外拍摄中受到紫外线的侵害 刘亦菲当天也非常注重保湿防晒 而刘亦菲保养皮肤的另外一个秘诀 就是每天坚持做运动 我觉得锻炼的话 人有出汗 然后你的身上活动开了以后 就会觉得整个人感觉很精神 有跳舞 然后跑步 健身 然后做一些肌肉的训练 身为卡尼尔的代言人 仅有焦好的皮肤 还不足以胜任代言工作 作为一个国际化妆品牌 卡尼尔此次的拍摄团队集中了 中 法 泰 日本 多国工作人员 连发型师都是为泰国公主做过造型的著名发型师 国际化的工作团队对于精通中英日三国语言的刘亦菲来说 交流配合显然不成问题 为了达到精准的拍摄效果 拍摄团队对刘亦菲要求甚高 一个画面反复拍摄多次 这丝毫不亚于拍摄电影 而刘亦菲在水池边的一个镜头 可是让她倍感挑战 为了体现品牌特征 刘亦菲拍摄两件的装束 也是她很少尝试的成熟造型 和她以往的小女生形象大不相同 我觉得可能是比较OL 但是也很年轻啊 就正好是她那个试用品 职业装 高跟鞋 穿着这样的衣服 每天拍摄近12个小时 自然非常辛苦 但刘亦菲也是有备而来 瞧瞧她自备的运动鞋和拖鞋 还是挺聪明的吧 前景下我拍的是特鞋 所以这样就比较舒服一点 经过两天来的种种挑战 卡尼尔新一季产品的广告片终于出炉 刘亦菲和团队的努力 也最终有了成果 她 凭借空宁的气质 多变的形象 成为国际印含新宠儿 她 以独特的全新宝石理念 成为世界知名化妆品牌 11月期 卡尼尔携手刘亦菲 带来全新宝石护肤之旅 请关注娱乐现场 近期独家跟踪报道 卡尼尔一孙寻常 泰国之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